前两天就看到了一个被拐妇女儿童的信息 可以说有一定的在中国社会生活经验的人 一眼就可以看出 脖子上套一个锁 已经被折腾得精神失常了 又生了八个孩子 背后一定有故事 他肯定不是一个正常家庭 也不是官方所说的精神病患者 但是这个新闻呢 我认为姚成先生来说可能比我更好 因为他有亲身经历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 姚成在中国曾经参与过这个宝贝回家网站的营救工作 甚至为此还上过央视 一直流传着他参与营救了43个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但他本人这个确定的是他营救了28个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 人家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 你营救走一个 都会冒犯人家都会冒有巨大的风险 直到今天 我们对他 这种勇气 始终是表达了敬佩 因为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 那么在中国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我看到有人第一天就开始评论 说没想到徐州这样处于江苏的一个地区 也会这么野蛮 说这个话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江苏 江苏分苏南和苏北 那么这种现象在中国 为什么会长期出现 为什么政府经常掩盖掉这些 即便是已经被找寻回来的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些悲剧故事呢 因为政府的责任 在整个这条产业链中非常巨大 大家应该知道 妇女儿童被拐卖的背后 成年妇女或者接近成年的妇女 有的被拐卖的时候只是少女 当然了很快就会成为妇女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仅仅是为了卖钱吗 在这条产业链中 有许多人甚至认为 社会有需要 就会有这个行业 他们没有为此感觉到羞愧 他们认为硬甲钞的可以挣钱 把孩子拐卖走了以后 腿打断出去 乞讨的能够挣钱 贩毒制毒制枪的能够挣钱 搞电信诈骗的能够挣钱 为什么他们做一个简单的中介工作 就不能挣钱呢 中国普遍受教育的程度偏低 有需要就会有市场 有市场自然就会衍生出这种行业 其实这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民众对他的传说 什么拍花的呀 这个这个迷奸药啊之类的 人们一般都把它当作笑谈 除非你生活中真的 有亲属邻居同学同事 遇到了这些事 你才会认为 他有可能是真的 其实比他更大的市场 是拐卖儿童 当然了 拐卖这个育龄妇女 他也会产生儿童 但他产权不明晰 是吧 你卖了一回 你不能再去把人生的孩子偷出来 那么拐卖儿童的呢 其实在中国更多 因为收购方不仅仅是 不孕不育的人 其实还有很多 是所谓的慈善机构 中国每年被 国际社会领养走的 孩童 有许多确实是有残疾的 那么家里面生下来以后 不愿意抚养 承担不了这个代价 想再生一个 就把他丢到福利院 有一些弃因呢 是女童 因为他想要儿子 所以狠狠心 也会把他丢到福利院 但福利院更多的来源 是因为市场需要 而产生的收购 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人 到中国来领养孩童 是要付钱的 平均为每个孩子支付的费用 都在一万美元以上 而他与 所谓的社会福利院 向人贩的收购的价格 有巨大的落差 可以说 人贩的保底 拐一个孩童 无论男女 都会有几万块的收入 你看一下 野克强是怎么说的 中国有六亿人 收入不到一千人币 一个月 那么一年 也就一万多块钱 卖个好几万 三四万四五万 相当于低收入人群的 两三年的收益 应该来说 这种诱惑是无比巨大的 所以他才会产生 这个市场 甚至 警察可以把监控 做得很完美 也在网上骂一句 当权者 就会被迅速地抓捕 但是 你说家里面人走失了 你想把他找回来 整个这套监控系统 好像就失灵了一样 其实还有一个是大家 一直在诟病的套牌车 套牌车一般 这个要是偷一车货 把这个发运方 价值比较高的一车货 搞走了 这个很快就会被抓到 因为发运方 为了挽回损失 会给公安部门捐款 达成一个私下的协议 但是 你一个套牌车 要是撞死人了 有可能几年 甚至 永远找不到答案 你从背后的 历练 就可以看出 为什么在中国 经常出现这种悲剧 今天早上起来以后 我看到了更多的新闻 说徐州这个被拐卖的女人 她八个孩子 就已知的八个孩子 可能还有更多 八个孩子不是跟一个人生的 我看到了这个 大家一直在强调的两件事 第一个 这个女人会说英文 甚至有些人说 她会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这说明她受过教育 为什么大家强调这一点呢 兔死胡悲 这正好就触碰到 经常翻墙上网的人 认为自己有一点知识 能够接触到外界的人 他们认为 这个被拐卖的女人 或许是他们的一员 他们感触就会很深 立马就会 带入境局 因为这种情绪 所以在中国 这个新闻被传播的很广 那么更多的 仅仅是普通的青年妇女 遭遇到这种窘境的时候 可能传播就不会这么广泛 还有一点是 这个被拐卖的女人 性侵她的有三个 一个是 她所谓的丈夫 一个是公共 一个是 这个所谓的丈夫的弟弟 我看到有一个夸胡 她的弟弟是坐过牢的 这又涉及到两个 在中国社会中 非常便于传播的信息 一个是两牢释放人员 在社会中 好像被打上了一层 贱民的印记 你提到他们 都会让你多看一眼 至于老公公爬灰 这就更吸引人眼球了 整体上来说 这个事件在 中国的网络社会被爆出来 它是一个 大家非常不愿意谈论 但是又成为热点的新闻 因为它集合了 大家所关注的很多元素 这种事件在中国 最近几十年非常多 但是我没有见到懒一粒 像她传播的这么广 热度炒得这么高 吸引了这么多人来关注她 政府的不作为 事后的推诿 草率的结案 都让人们感觉到了愤怒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种愤怒 转化为另外一种方式 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朋友 把他全程翻译成英文 发了英文推特 其实更好的办法 是把这个事件 翻译成英文以后 配上原始的一些视频 贴到各个国家的 使领馆的这些账号下面 如果有条件 直到一些政客的推特 或者是电子邮箱 转发过去那就更好了 这是人权受到侵害 而政府草率结案 推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件 而且他侵犯了 而且他侵犯了 妇女的意志 可以说 这个悲剧是由 社会的许多个层面 共同造成的 而且时间很长 生八个孩子 是需要时间的 为什么地方政府不愿意插手 发现了以后也草草结案呢 是因为有太多的行政失策 没有及时干预 在中国迫害人权的案件 侵犯人权的案件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一个应该来说 是最明显的 它有共性 它不涉及到政治观点 它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是安全的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